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这是怎么了 好像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这样我们攻城就更轻松了 赵公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虽然他是你的父亲 可你也不能不顾全族人的性命啊 就是啊 父亲 我再问你一句 赤油大军是不是你勾引来的 不是 学狼 学狼 真的 委父怎么会骗你呢 诸位 既然我爹说他没有勾引赤油大军 那我相信他 希望大家不要为难我爹 可那天分明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怎么连你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啊 是啊 是啊 我相信我爹 你爹糊涂 诸位 现在大敌当前 我们怎么能不战先乱呢 如今首要的事情 是大家团结起来 才能共同对敌 说得是 对 应该共同对敌 对啊 不等了 警虎 首领 准备攻城 攻城 赤油大军要攻城了 不要慌 我们太土城的人可不能任人宰割 我们和他们拼了 对 对 和他们拼了 拼了 不行 不行啊 应平是拼不过的 队长 队长 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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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我饶你不死 首领 这太武城建成以来 从来没有过战火 我们住在这里的人 都是热爱和平的呀 还望首领 千万不要杜武啊 那你们去找出杜康和宝娘 并归顺我族 这 这 嘿 老娘才不归顺你呢 让开 不 不要啊 不要 不要啊 首领啊 爹 没事吧 你们先走 我去顶一下 就这点本事 还敢拦我 哈哈哈哈 要不要紧 孩子啊 你不要怪为父了 快 快去帮勾忙一把 快去 快去 快去啊 快去呀 没事吧 没事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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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宝娘 今天 拿你们两个的人头几几 住手 我就是宝娘 你们要绞的是我 不关他们的事 冲我来 你就是宝娘 老娘在太古城独一无二的 这你都看不出来 眼瞎了 宝娘 你先走 不行 虽然我贪生怕死 但不能连累你们俩 不行 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 少说废话 人要杀 成 我也要灭 撤 你是什么人 对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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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今天我没心情杀人 给我滚 撤 等等 把那两个人给我留下 破车 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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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跪下 帮助饶命 帮助饶命 我已经饶过你们一次了 这次是你们自己找死 师父 且慢 我有几句话要问他们 你问吧 说 这次你们引池油大军前来 是受谁的指示 我警告你们 要说实话 如有半句谎言 别怪我兵器无言 我们 我们要是没说谎话呢 如果你们说实话 我可以求师父饶你们一条性命 我说 说 我说 没 没人指示我们 你撒谎 我亲眼看见你们从赵府里出来了 说 是不是赵组长支持你们的 是啊 你说呀 我们确实是去过赵组长那里 告诉他 杜组长和皇帝商议归顺的事情 想让赵组长归顺持有我们太古城的内应 你们看吧 我没说错 就是他 就是他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不过 不过了小邦 说 不过赵组长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 害怕我们给轰了出来 赵组长 刚才大家错怪你了 不要钱怪啊 非常知识 也难为大家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问 我可要动手了 师父 王主 他刚才 他刚才说我们说实话 就可以放过我们的 是啊是啊 他说是他说的 我可没有答应 师父 你就饶了他们吧 师父 你就饶了他们吧 他们虽有害人之心 但是也没得逞 你就饶了他们吧 王主 帮主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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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师父 我们别再杀生了 我看 就把他们赶出太古城算了 是啊是啊 帮主 帮我们一起的机会了 是啊帮主饶命啊 帮主饶命啊 好吧 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滚 谢帮主 谢帮主 快滚吧 快滚 快滚 滚 快滚 这人 这人 快滚 师父 今天多亏你出手了 花姐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嗯 我丐帮也在太古城 我是为了我自己 跟他没有关系 帮主 帮主 我们各族感谢你救了太古城 谢谢帮主 你们还要谢多少次 我可没有闲心听你们道谢 帮主 我们各族首领啊 刚才已经商量过了 想请帮主做我们太古城的城主 带领我们各族保卫太古城啊 是啊 爹 这是个好提议 我支持你 是啊 师父 你就答应了吧 如果你答应了 太古城也不至于一盘散沙 这样的话也有利于太古城的安宁 你就答应了吧 你们真的让我当城主吗 是啊 是真的呀 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呀 对啊 对啊 好啊 我当城主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让你们杀掉花神的几个女人 你们同意吗 是 师父 不可能不可能 这个绝对不可能的 让我当城主 太古城只会有更多的杀戮 你们省省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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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行了 累了 你走不动了 歇会吧 好吧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过夜了 我去找点柴 升堆火 好的 神龙啊 这种事情我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去打几只野味 好 我去打野味 你在这休息 花姐 好 我们的水不多了 我去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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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我走了 怎么回事啊 都组长 太古城愿意归顺我们轩原一卒 我们十分欢迎 受领人德福天下 我们早有归顺之意 天下皈依乃是大势所趋 如今太古城归顺 我们轩辕一组 统一华相 指日可待 是啊 首领 我们还有些顾虑 杜组长 还有什么顾虑 太古城自建成以来 在乱世之中 一直处于中立地位 从未经历战火 才有今日的繁荣 我是想 杜组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太古城以前什么样 今后还会是什么样 你们太古城各族人的日子 只会越过越好 绝对不会 一日不如一日 至于 你们的粮田 地产 还有你们的地盘 人归你们所有 我绝不干涉 以后 你们各族遇到什么困难 请尽管来找我 我们一定会全力相助 多谢首领 杜组长 端起你面前那碗杜康酒 我们干了这碗杜康酒 以示庆祝 请 干 请 干 干 干 紫 柔 杜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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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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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才我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 就想往池子里跳 这是五行池 银灵子为了练就五行合一大法 吸收了金木水火土的精气 注入池中 然后又失入妖法 诱人前来投池 他又有人来投池干什么 那不是害人吗 池中已有五行的精气 但尚需凡人的精气 方能五行合一 所以银灵子 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又有人前来投池 那你既然知道了 干嘛不阻止他 他已经是我救济的第十九个人了 所以你一直守候在此 不让银灵子得逞 正是 那这么说我错怪你了 对了 还没请教恩人尊姓大名 恩人就免了 我叫玄冥 从北边来 你是神农 是 那你就是花神了 你认识我 还有三位仙女呢 你不会说你也是神仙吧 我可没见过你啊 我不是神仙 我看你耳后有三 你不会是龙太子的手下吧 我不认识什么龙太子 莫非你是义族 正是 我和羽江一样 祖先是山海界的义族 羽江 那个鸟人 你们认识啊 当然 我们是好朋友 我曾经听羽江 说起过你们的事情 对了 玄冥兄弟 你说你从北边来 为何来此 还不是为了 这池中之水 这么说你是来自北边的天池 对 你从天池来 那真水是在你们那儿了 你为真水干什么 那可是我们族人的命根子了 你们可别打他的主意啊 我只是问问嘛 我听说守护天池的 是水灵族的人 那你也是水灵族的人了吗 正是 这个银铃子 盗走了我们一部分天池的真水 我们族中的长老 便派我追踪他至此 阻止他危害世间 并取回真水 那刚才池子里的水 就是真水了 正是 太好了 回头呢 我们就到那儿取点真水 也省得到北明大老远地跑一趟了 我说过 任何人都不敢打真水的主意 包括你们 我们跟羽江是好朋友啊 我们取的真水呢 是有正经用途的 这些 我也听羽江跟我说过 知道你们是好人 对 我们这儿只有一个好人 就是神农 我们都是好神仙 我也想帮你们 可我做不了主啊 我的职责 就是把这些被盗的真水 一滴不漏地 送回北明天池去 那你们座里谁说了算啊 组长 好 等我们从忠越取到进途以后 就找你们组长要去 也罢 忠越虽近在眼前 恐怕你们难以进入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五行池啊 这个五行池啊 凡是接近池子的人 都会中妖术 而要进入忠越 必须经过那个池子 这怎么跟北越的雷泽一样啊 怎么说我们还要进那个池子啊 不会吧 又要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是啊 要是这个池子的主人 跟羽江一样好 那就好了 想得美啊 我看那个老头就不是个好东西 要是羽江在就好了 他就可以带我们飞过那个五行池啊 这鸟人哪 有鸟人的好处 不过呢 这里离北越太远了 鸟人我们也指望不上他了 我看呢 还是让眼前的渔人 想想该怎么办吧 渔人 我有名字 我叫玄明 我知道 渔人呢 算是我给你起的绰号 我觉得他很形象啊 你看啊 你和羽江呢 是好朋友吧 你们俩呢 一个是天上飞的鸟 一个是水里游的鱼 多合适啊 阿花 你别说笑了 还是和玄明兄弟 商量商量 怎么过五行池吧 哎呀 我先活跃活跃气氛嘛 好吧 鸟人 你告诉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怎么办啊 我知道 你们也很有本事 不如 我们合力破除五行池 好啊 好好好啊 这个吗 怎么 你们不愿意 哎 这事嘛 好像有点麻烦哎 不容易 要不 我一个人就干了 人多力量大 我觉得玄明兄弟 说的很有道理 哎 同不同意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们帮你破了五行池 有什么好处啊 哎 这可得说清楚了 不光帮我 也是帮你们啊 要不 你们怎么去中越啊 啊 我们呀 我们不着急去中越啊 大不了回太古城睡觉去 嗯 但是担心你啊 这一池子真水 要是收不回去 你多着急啊 是不是啊 我 大不了 我回去找人帮忙 好啊 那就回吧 就怕你还没有走到 那个银领子的五行合一 早就练成了 那你想要什么好处啊 我们就要一点真水 一碗就行 啊 不行 哎 那就算了算了啊 我们回太古城了 走吧 哎 哎 等等等等等等 怎么了 就一碗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哈哈 好 你们先休息吧 我也要去 看守五行池了 停 怎么了 再靠近池子 我们便会被妖法诱惑他 那怎么行啊 我们总不能隔这么远 去破那个五行池吧 看见那个石头了吗 那石头后面 有一个小祭坛 银领子对其失了妖法 所以才会冒出 五一火人的妖气 过一会儿 我先过去 把那个小祭坛踢翻 等妖气消失了 你们再过来 哎 你这样过去 也会中妖气的呀 不行不行 没办法 你们过一会儿 再来救我吧 嗯 我去吧 山东 还是我来吧 哎 山东 红柿 神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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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事啊 是啊 昨晚你还 我有这个 去账草 这紫气并不是什么妖气 而是一种胀气 会使人在短时间内神志迷乱 只要含着他 就会没事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昨天晚上我中了胀气 于是我想出了破解的方法 不愧是神农 真是太厉害了 行了 神农的本事还大着呢 一会儿呢 我们就该破这个阵了 那我们一起入阵吧 好 你们小心哪 放心 大师 大师不好了 怎么了 那个水灵族的学民带着几个人 进入了五行池 想要破除五行阵 这是好事啊 大师 这怎么是好事呢 他们几个要是破了五行阵 那我们不是功亏一篑了吗 你们俩傻啊 就凭他们几个就能破得了我这具天地万物之灵气的五行阵 他们要是进去了 休想轻易出来 我正好吸他们的精气 我这五行合一大法成功啊 到那时候 我就可以与天地同寿 永活世间了 好 好 好 啊啊啊 啊啊 啊 一羽 这里铁铁铁 是挺安全的 也不像女人说的那么玄乎 是挺安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定神珠 千里丈 我的白寶丹 妖人 昨天晚上就是你要加害与我 昨天晚上算你命大 今天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的朋友在你的五星池中速索收起你的妖法 否则 误会 误会 我们无冤无仇 我怎么会害你 少跟我废话 自行破除五星阵 放我朋友出来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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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 哈哈哈哈 这天下地下帮抓住我一能死的还没几个呢 玄米兄弟 里面状况如何 五星池中的反应越来越剧烈 想必化成他们已经陷入困境了 什么 若非我熟悉水性 且能抵御北冥之寒 恐怕我早就死在里面了 那他们岂不是很危险呢 这还有吗 我让你们看看 他们在里面有多危险 哎 嘿嘿嘿 偷袭这种手段只能用一次 多了就失灵了 请你放了他们 这几个姑娘让他还算是标致 我若取了他们的性命 确实可惜了 可我银灵子偏偏不是什么怜香虚义之人哪 为了练成我这五星合一大法 我什么都舍了 也罢了 就让这四个美女的精气 祝我成功吧 尊敬四虎 尊墓水里活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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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他们轻火箭 我会让他们马上毙命 不会受苦的 Yup 哈 啊 不对呀 这这凡人怎么能经得住这番折腾啊 他们不是凡人 你就是杀了他们 你得不到凡人的精气 你说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吧 他们几个都是仙女 而且他们在天堂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你若敢伤害他们 你一定绝对饶不过你的 你少下骨 若不是这样 他们能在五心阵中保住性命吗 大师 看来这四个姑娘真不是凡人 不如把他们给放了 免得惹麻烦 打工即将造成 岂能滚亏一亏 放了我的朋友 我把性命交给你 神动 不苦 我不懂连香西域 你倒挺懂 好啊 你自己进五心池 我就会放了他们 你说话算数 你已经没跟我讲条件的资格了 乖乖听我安排吧 去吧 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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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神动 不要再犹豫了 走 神动 不要再犹豫了 走 走 走 什么人 神动 源 灵 大仙 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大仙 放这四个姑娘出来 我便饶你 你先放了我 我就放他们出来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那你也得 你眼儿有信 当然 你没事吧 阿华 能没事吗 差点死在里面 你们怎么样 那里头特别晃眼 把我的眼睛都快晃瞎了 是啊 那个木镇太恐怖了 我再也不要进去了 你们都不行啊 这样怎么能行呢 遇到点危险就退缩了 那我们还怎么许净土和真水啊 大仙啊 你该把我们给放了吗 你说 肯定算数啊 好你个小老头 东西你搞的鬼 我绝不饶你 慢着 我答应过他 只要他放了你们 我就放了他 你答应的事情 我又没有答应 我答应的事情 必须做到 快走 你把他们放了 五行阵怎么破啊 我会帮你们的 你 杜大哥 勾蒙兄弟 杜大哥 怎么是你啊 知悠 知悠他 知悠 知悠他怎么了 知悠他围攻 围攻退伍城了 什么 快 走去救援 退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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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接着说 到底怎么回事 只有听说 只有听说 泰国城要归顺皇帝 便发起突然攻击 逼迫那些组长归顺于他 并且 并且怎么样 并且要交出宝娘 宝娘 不是这 关宝娘什么事啊 他是想用宝娘来要挟你 那宝娘现在怎么样 杜大哥 你放心 我们当然不会答应的 宝娘非常安全 安全就好 那吃油 是怎么退兵的 我师父 你师父 那个 那个盖帮魔种啊 对 我师父打败他的 是他救了太古城啊 对 太古城现在很安全 宝娘 怕你听到这些消息 着急 所以派我来 告诉你真实情况 辛苦了 龚帮兄弟 你看 皇帝 已经派了将士 来支援咱们太古城 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怕吃油了 这下太好了 走吧 咱们现在一块回太古城 来 走了 阿皇 我们还是听老人家怎么说吧 干嘛要听他的 他又不告诉我们怎么破阵 该来的人还没有到 人齐了我总会告诉你 你还挺会找借口的 你明明就不知道怎么破阵吧 你可以不信我的话 我当然不信了 不就一个五行阵吗 我找几个神仙来 起而易举就可以破阵了 白剑首领啊 免礼 我就等着苍杰的好消息呢 苍杰啊 情况怎么样 一切顺利 详细说说 这个东岳族群的首领女拔 答应亲自前来 南岳族群派出了 他们的第一勇士祝容 这西岳族群 推举他们的神射手 后裔前来 北岳这个夸父族 则派出了他们的新任夸父 入收 首领 是到了这一桶中原的时候了